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4月5號 然後是晚上快12點了 那這個命運之子呢 它有一個這個線下的活動 就是這個 在這個地方 這個攻略目擊惡毒雷台最佳戰隊 那基本上呢 就是你看一下這個參加獎勵 參加獎勵呢 搞馬腦20萬 20萬很多餒 20萬真的超級多 像我現在命運之子啊 我玩那麼久 然後也有客軍 還是不強 所以我覺得也是算了不起 我現在有課金的就是這個一個月 好像是快800塊吧 就是這個搞馬腦禮包 那這個搞馬腦禮包的話呢 因為搞馬腦對來說真的是蠻欠的 怎麼講呢 就是雖然說玩得很爛 但是還是喜歡這個練很多角色 就是很多個漂漂亮亮的這個child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課的是這一個啦 每月搞馬腦禮包 那這個 就是說剛剛買的時候 就是獲得30萬搞馬腦 然後30天 每天都可以領這個一個紅石 然後5萬個搞馬腦 那5萬乘以30的話是150萬嘛 所以20萬搞馬腦的話 大概就是 180萬 九分之一吧 十分之一 所以價值也是快台幣 100塊吧 那不管怎麼樣齁 這個是有參加就有獎 所以說這個活動時間 只有到4月11號齁 今天已經是4月 今天剛開始啊 今天是4月5號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反正只要有貼就有獎齁 這個命運之子的活動其實都算是還蠻不錯的齁 所以說像我都會特別把這個FB的這個資訊設為搶先看齁 就是最優先看到 因為有參加他們的活動啊 就算你不是什麼很厲害的攻略齁 基本上這些都是有參加有獎齁 而且這是20萬的搞馬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齁 那我貼的文章就在這個地方齁 那這個惡毒雷台呢 我基本上就是自動齁 就是自動打任務 那在早期呢 我其實培養的角色都是想要培養跟這個惡毒雷台有關係的角色喔 譬如說我還培養了這個秋牡丹喔 到這個加6然後技能點滿 可是後來發現說就開始漸漸有些人沒有用 然後到這個點火系統開啟之後 又大洗牌這樣子 然後馬伏德特也還在慢慢練啊 那我是先把這個水球妹點滿 可是我發現水球妹又好像看到 漸漸看到不是那麼多人用喔 那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如果說可以讓我重來的話 我會想把水球妹的那個點火核心喔 拿去轉給這個馬伏德特齁 或是其他的攻擊手 這樣至少呢你有一個攻擊手的話 你在這個副本王或是惡毒雷台 你也可以上場嘛 那單點這個水球妹 然後惡毒雷台打的也是普普通通 我覺得就還好 沒有那種就好像有一個水球妹 然後就影響戰局很大 因為我都是放自動啦這樣子 那我覺得水球妹還不如去點火這個防禦型的角色 好那沒關係啊 反正我這次打醬油齁 那這個攻略就是有貼就有獎齁齁 就是為了這個20萬的這個搞馬腦 然後這個大家也不要忘記去參與這個命運之子的活動齁 上次我去唱個歌齁 就拿到一本那個 拿到一本那個那個實體的齁實體的書 那個應該是那個美術級吧 所以真的很不錯齁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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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